歡迎來到今天的BloopBloopBloop Yo,What's up? What's up,Marcus? 我們又見了 剛剛... 對上一次錄製Bloop是... 前天 錄誰?我不記得 Shit Fish Tank我真的錄製金魚的記憶 Shit, maybe我現在很累 可能我今天很累,所以我的記憶是... 你記得的,這個人你認識了很久了 你經常都會見到他的 你每天都會見到他的 你每天都會見到他的 你一到街開車就見到他的 我現在真的忘記了 我們錄到是... 你的鄰居啊 哦,Eric 完全忘記了 不在狀態 but that was a fun talk 他的故事是猜不到的 平時認識鄭啟泰 其實他有很多不同的鄭啟泰 做事的,他的模式其實是很認真的 其實我是第一次認識他 在外面的活動見 but I know him personally, right? 我們有很多 common friend 那個Eric就是超搞笑 超開心,好像小孩子一樣 所以通常見到最多的他一面就是那個人 就是喝醉的那個 我記得最多一定是喝醉的那個 其實我認識他可能兩年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一直以來都只知道他喝醉腳的那些 即是那天我們聊天的 其實我一開始以為會很搞笑 或者很輕鬆 but we talked about 也有很多認真 還有很有意義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心路歷程 就是他的轉變 他由剛剛開始入行到 他中間要離開做電台 或者要自己去找其他不同的方法去表現自己 到他現在開始做演員的一個向新丁 他想再去 one day become導演 即是這件事是一個很長的旅程 而我們都過了很多他的故事 Yes,我最深刻 就是我最大的 lesson 就是跟他聊完就是 你記不記得我們在這裡聊 關於演技如何在你的生活中 跟著變成好像EQ And then that point 那我回去想想一下 其實就是 現在可能以前小時候 就會有少少Ego 經常都想認識 或者是 如果和朋友聊天 都永遠都是 要做對的那個 但是跟他聊完 和我重複那個點 就是現在可能大了 很多時候現在沒有這麼大的需要 是要贏 即是現在是 我最欣賞誰 就是那些人 你的朋友 可能是 你以為是最愚蠢的那個 可能說話經常都是 蛤? 你說什麼? 即是那些呢? 這是Henry Henry Henry 可以放下很多那些東西 我有一個簡單的比喻 就像我們平時玩drinking games 那樣 有些人就很緊張 究竟這一局是誰贏的 譬如我這樣猜妹 我贏了 我為什麼要說是你贏 我不會喝的 這個你喝 其實你要記住 你今晚出來的主要目的 不是為了要猜妹猜贏這個人 今晚的主要目的 是大家一起開心 所以背後真的要知道 你一定要 move forward 所以其實 究竟誰贏誰輸 誰喝到一杯 其實不可以太緊張 而我就會知道 要將整件事 move on 令大家今晚過得開心 是背後最重要的agenda 即是你開始看到 大畫面了 即是主要點 即是不要執著於一個小的 對和錯 因為你要知道 你要記住 今天來的目的是什麼 對,我喜歡 所以那是我們前逆錄的Bloop 接下來很快就出 最近真的有很多Bloop 因為… 因為… 外面沒什麼要做 所以我必須要吃 不能出去吃飯 不能吃飯 不如錄一些東西吧 但有好消息 星期五快要開 嘩,厲害 黃恩浩蕩 從六點到九點 嘩 嘩 終於開約一斤吃飯 你看,這全是人生意 即是當你沒了很多東西 你有一點 其實你就會很珍惜 加了個… 三個、四個小時 你想想 星期五晚 你可以一個朋友吃一頓飯 還要六點去吃 開心 這樣已經這麼開心 所以你會做什麼 星期五晚 我應該會猜到 我會猜到 我會猜到 我的預計 全部人在星期五晚 六點中 一定會預約一桌吃飯 全部人在九點 一定會被人趕走 這份餐廳 因為你不能再開 所以會有很多人在街上 那麼 在街上 就會有兩個兩個 站在一邊喝東西 我覺得 這是我的預計 都期待 要做計劃 要預約餐廳 又要約朋友 很興奮 還有什麼 我們說出了新集的Yoga 沒錯 今天可能幫忙 我的腦袋在這裡 不要緊 我來 我幫你拍 所以我們剛剛出了 上次和周秀娜一起拍的瑜伽影片 燒到我暈了 想不到原來這麼多集的Fish Tank錄的東西 想不到是周秀娜的那隻好笑 而且還想不到是因為做瑜伽所以覺得好笑 Oh my god 我們那天拍是 我們全場的人都是 滿心期待 我就是 所以 有很多我們的男生 沒有試過這麼多攝影機 平時 只有一個半個 那天為什麼每個都在外國 我們錄收音 我們收燈 我們拍攝 我們拍攝 R-O-F-L R-O-F-L 我是真是第一次人生見到R-O-F-L ROLL ON THE FLOOR LAUGHING ROLL ON THE FLOOR LAUGHING 它是 我們那天是笑到周秀娜 是ROLLING ON THE FLOOR LAUGHING 那麼 原因呢 你看回影片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做我們的呼吸運動呢 她的聲音 可能是她本身的聲音 不知道 可能 即是一個熱身的環節 是讓大家 可以呼吸一下肺 大家準備開始 第一個動作 總之她的助手在這裡形容 那個聲音是像什麼 是像一隻恐龍 哈哈哈哈哈哈 差不多 大家看回影片就知道了 哎呀 然後做一下 然後她又開始 看到我開始忍不住笑 然後她又罵Henry 她說 你也做不到 無緣無緣無故笑人 笑人 總之很好笑 不過那個主要原因 拍攝這段影片 就是想告訴大家 因為那次是她第一次做瑜伽 所以其實很多人會很想學瑜伽 或者可能會緊張或者害怕 我不知道 很多人都會有很多這樣的 但其實就是想打開給大家看 其實第一次都可以好好玩 還有不用那麼緊張 其實她做得很厲害 很好 她除了呼吸那一刻做得搞笑一點之外 後面那些她做得很厲害 對 對 所以就 今個禮拜出Part1 就是教你做那個呼吸運動 還有warm-up 那下個禮拜就會出Part2 就是 出來了你已經 Part2 未正式出的 是嗎 可能你有個連結 那就 不是 我看完Part1 看完Part1 她自動放了Part2 對 我是未公開的 如果你點擊那個blogs 你可以看 OK 我是未公開的 我未公開的影片 我明白 嗯 Part2 就是講你怎麼做 Full Body Stretch 所以 對 然後 今天也很開心 因為今天是我們 不是普通的Bloop 今天是 我們現在也是一個 Temporary的Studio 我們將來會搬去其他地方 暫時在這個Studio 我們就做不到 我們正常的Fish Tank 因為Fish Tank是音樂 BloopBloop是聊天 不過今天就很特別 因為我們會嘗試將兩個節目 混合在一起 那 記得今天有琴 有Keyboard 對 這個琴也很感謝Terry 送給我們的 Thank you Shout out 但 怎樣才能做到這個50-50的節目 都是很看的嘉賓 今天的嘉賓也很厲害 所以 不如我們現在 做一些研究 關於我們的嘉賓 Marcus 可以幫忙介紹一下今天我們的朋友 我們可以介紹一下今天的嘉賓 黃建東 Derek Wong King Tong 原籍廣東花園 香港藍演員 曾為香港話劇團全職演員 及紐約中文電台AM1480節目主持 現為無線電視基本藝人藍合約藝員 他曾參與2011年香港先生選舉 獲得演藝潛能大獎項 後恩在2014年電視劇 威適露飾演 狗話歌一國氣憤頗寵而為人熟悉 2016年因二次創作日本洗腦歌 P.P.A.P. 廣東話粗口鞋音版 而人氣急聲 歌詞 Pork Lego Guy 更成為一時戒話 Pork Me Pork Me 這個你就等他來表演一次 這個就是我去認識這個人的第一次 作品 他在我心目中 他的真名叫做Pork Lego Guy Pork Lego Guy 究竟Pork Lego Guy為甚麼 你知道為甚麼嗎 好像陳志文問 Alex 你知不知道Pork Lego Guy為甚麼 為甚麼 你讀出來 Pork Lego Guy 大聲一點 Pork Lego Guy 再大聲一點 Pork Lego Guy 好了 我們等Derek出來解釋給你聽 是甚麼為止Pork Lego Guy 好嗎 Pork Lego Guy 聽到了 終於聽到了 好事不宜治 我們請 Derek Hello Derek 是Derek Hello 你會否記得Pork Lego Guy 是甚麼事 I have a pork I have a lego g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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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剛剛 剛剛說了幾次之後才聽到 我剛才聽不到 因為可能我剛才聽到 我聽到Pork Lego Guy And then 我只在英文的引擎 就只聽到Pork Lego Guy 這個就是個Beauty 所以這個是你想出來的 我想出來的 好厲害 乾杯 乾杯 好厲害 好厲害 謝謝 這些是聲音創意創造 我想這個是因為我是中文底 然後去了外國讀書 混合了Fusion 不止Pork Lego Guy 還有一個是芝麻和槍 你的鼓是甚麼字 芝麻 槍 槍的英文是 Gun Gun And all together 芝麻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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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心 Thank you for coming 我們現在就和觀眾和大家玩了一個Icebreaker 我們有一個遊戲就是這個Pair牌 我們大家抽一張 and then 我們就要答那個問題 我記得第一張牌有一個sexual的字 他呢 那麼大膽 很複雜 他從你最愛的性格的位置到人生的 regret是甚麼都有的 很多問題 心靈的也有 對 性格的也有 對 現在每人抽一張 先抽一張 OK 我抽了一些很難回答的東西 我不是抽過 你沒試過 我的問題只有三個字 你先呢 我回答不到 真的回答嗎 真的回答不到 我的問題是誰是你 好 那你簡單來答吧 好 你接不接受這個答案 你的答案是甚麼 我還沒答 我接受這個問題 接受這個問題 我接受這個問題 OK 那誰是你 不如說說我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當然是和Alex 是co-host的 節目 本來是一個很新的嘗試 給我的生活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是做建築師 我是architect 近幾個月突然想不開 想不開 想完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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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你做一些什麼 不如你做一些DJ的 結果就在三點鐘喝啤酒 OK 我也是有賣酒的 開酒吧 這個就是一個很現在的 誰是你 我又不用去到太理想的 不錯 你介紹自己給Dara 因為今天是你第一次認識的 我以為他做DJ的 他很好 我第一次見你 很高興認識你 很高興認識你 你好 你好 福利個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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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話要說 I think I'm good You're good 然後來吧 OK 不好意思 有一點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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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 我讓大家看看這個圖案 這些叫做Ink Blotting 好像有一個醫生 叫做Roreshads 我可能是錯的 我小時候看電影就知道 學會了這個醫生 他做了很多這些 Ink Blot的 我不知道painting image 心理醫生 他給很多病人看 所以就要了解他們的 Psychological state 就要他們說 那個 Image 會令到他們 看到些什麼 不是 這是真的你知道的嗎 還是你覺得是這樣的 不是 這個就是 這個歷史是這樣的 你知道它是什麼 但是他現在在問 你覺得這個東西 令你想起什麼 對 所以 令你想起什麼 有什麼聯想 因為我有個聯想 我看到這個 OK 我看到 好像一個公公婆婆 準備石 但是這個公公婆婆 是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是蟑螂 這樣 這麼瘋 我想看你看什麼 你見不見到 那個公公 我 好像M.I.B那些 怪獸 我見不到公公婆婆婆 我看到 我看到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準備石 騎在一些東西上面 即是在一個花園 那個牆上面 有些少許Romeo and Juliet 那種禁忌 那種禁忌 為什麼我想這些東西這麼不同 我看到這個 你的生活和背景都有點關係 我看到這個 我覺得是一個 中了COVID 花了個肺 那個 XGONG 就是差不多 很可憐 不過你很更新 你 很更新 因為它是兩邊 就覺得 會不會廢的XG OK 好 到你 有很多個問題 我還沒回答完 要的 你先說一下什麼 第一個問題 If I was a kind of weather I'd be sunny If I was a piece of furniture I'd be 這個很好笑 床是furniture 我做床 我做 If I was a make of car I'd be 就是怎樣 就是車的部分 車的牌子 Make of car 或者車 就是 小車 大車 Make of car 就是一款車 旅行車 SUV 馬市 那我是七人車 OK OK If I was a piece of music I'd be Bethoven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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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esting 這個 If I was a kind of food I'd be Custard 最肥最好吃 OK If I was an animal I'd be 這麼多問題 現在這個 它應該是快問快答 現在這一刻應該是 Pig OK If I was a kind of font I'd be 那些很modern 那些 font 即我不規讀很creative OK 即不是time news roman 對 不是啟書 不是那些 Yeah Hey that's cool 你們需要回答嗎 還是 我們? 不是的 是你的 OK 所以 大家都認識吧 對 很熟 所以 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小時候在哪裏出生 小時候在哪裏讀書 可以 可不可以介紹給觀眾 你的旅程 到今天是怎樣 可以 我在香港出生 香港長大的 小時候讀南校 你在那三 對 對 對 我是姓周 你姓周 哦 真的 是 是 brother school 小時候讀哪裏 然後 御科的時候讀了大間學校 然後在哪裏的時候 在中學和小學的時候 我很害羞 我不要這樣出聲 沒有人知道我會做performing art 我一點都不大膽 我記得我中五的時候 跟一班同學參加歌唱比賽 我是害怕到忘記了歌詞 是一班人上去唱 只要忘記了歌詞 直到中六中七去第二間學校讀書 那時候就開始參加歌唱比賽 參加話劇比賽 做司儀 做host 突然覺得我好像找到自己 開竅 開竅 中六開竅 對 中六升中七的時候 我又代表香港 我去UNICEF大使 去南非交流 我發現原來我很想去看這個世界 我覺得香港很小 我很想去看這個世界 中七的時候 我就問爸爸 我可不可以外國讀書 爸爸說可以 他把本來買樓的 就給了我去外國讀書 所以是很大的償 他去了美國 去了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在紐約州立大學讀Theater 讀了四年 然後做了兩年 做完兩年之後 就發覺 不如我們在那裡又說一點 紐約讀Theater的生活是怎樣 好像很興趣 紐約讀Theater 我最記得我剛剛去到 雖然我在中學的時候 英文算不錯 但是始終我在香港大 即是Local School 我不懂美國的Slang 所以去到我完全聽不懂 完全聽不懂 紐約那些人的口音 還有他的節奏都很難聽得到 又快 還有我可能聽到 我們香港是British Colony 聽到一些英式英文 會比較容易 未懂英文我完全不懂 所以去到我完全是假的 我還要做Theater 我要Actor 是So Difficult 我記得那時候 你又入到 他又覺得你是可以 他覺得我有Potential 但是我去到的時候 我就要Go Through The Difficult 就是我要去 我有去見 Linguistic Speech Therapy One-on-one去改 其實我讀書的時候 有些時候很大壓力 比如說 我要讀Shakespeare 一版的Shakespeare 我最少有五十個字 我是不懂的 就是我查字 你不要說你 什麼人都要讀 我去看 可能只懂五十個字 就是Thou art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我心想說 Ethan Art 就是You are 因為它是古代英文 所以我就覺得很辛苦 那時候 還有Go Through了少少少 Racism 這些東西 因為那時候始終 都沒有現在亞洲人的地位那麼高 我那時候去2000年到2004年的 然後去讀書 那在那間學校 應該不是很多亞洲人讀Theater 所以應該是唯一人去讀香港 那時候是 其實我是特意選這個學校 因為我看到 他的國際學生很少 只有1% 我就打算可以學好英文 因為我很怕 如果那間學校有很多中國人 或者香港人 我會依賴我會講中文 你讀Theater 香港人在那邊 是很少人 之有少之有少 那時候是有些人說 我告訴你 Hey I'm from Hong Kong 然後他就說 Oh cool can you say some Japanese for me Really 還有那些 是那些 是那些 2000年了 因為那個鄉是小的 我不是New York City 我是很Upstate 那些很小的鄉 很多同學生 是沒有離開過美國的 他們都是本土人 本土人是很地球的 他們是本土 很多都是本土 很多是本土 可能他們在城市長大 他們覺得香港人 都是坐在Tata Me 那裡喝茶 那就是他們想 整個街頭都是燈籠 晚上他們飛龍 飛過我 或者Crouching target Hidden Dragon 每個人都懂功夫 然後他們問我 Oh you're from Hong Kong Cool So how often to see Jackie Chan 就是這些 我相信很多Asian 在外國大都會經歷過 當然現在這個時候又不同了 現在已經好很多 沒有啦 現在的Rap歌裡面 也有Jacky Chan的歌 有MCG 有MCG 所以我自己在美國 其實有些時候都經歷了一些 爭扎的 struggle 還有覺得很 lonely 因為我那時候在美國 我只可以兩年才回香港 為什麼呢 I know I was there by myself 因為我要省錢 機票 我不想回來這麼多 還有我想盡量 Spring break Fall break Winter break 多看一些美國 對 我在那裡 譬如我去朋友家裡住 就是House family 我就可以吸收多些文化 Culture 聽多些英文 其實我會推動自己去一個 難的位置 那時候如果放暑假 你會怎樣過呢 可以說一下 放暑假其實很精彩 我每年暑假 我都會去美國很多 它叫Regional Theater 或者Summer Theater Summer Stock 就是一個三個月 六七八月 就有個劇場 可能他做五個音樂 就是每兩個星期做一套 給他們當地的居民看 其實事前很複雜 三月的時候就要Casting 就是National Casting 就派你看看哪個Theater修理 就像放大左板的西灣可文魚中心 是的 但是更製作性的 是的 有不同的地方 有一年我就去過Galveston Galveston就是在Houston 就是南部一個島 Galveston Island 去做Summer Musicals 那時候經歷了一個Hurricane 也很驚險 有一年就去了一個地方 叫Forestburgh 一個很小的村子 三個月就不停去演戲 演戲 演戲 那時候你做了什麼角色 我那時候好玩 因為我很喜歡音樂 那時候有Miss Saigon 我做過Soldier 有Hello Dolly 有很多角色 角色不是很重的 可能是Asian關係 那些音樂 就是Race未必對 即未必有你的角色 不是自此做The King and I 對 沒錯沒錯 但是很好 這個 但是 學了很多東西 那時候 我想跳回 現在你覺得 舞台劇的世界 會不會好些 亞洲人 在美國 會 其實不止舞台劇的世界 我覺得現在電影世界 也很多 你看看我們現在有Aqua Fina 我們有 Crazy Rich Asian的女主角 Henry Go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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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ance Wu 可能是整套Asian的 全部Asian 對 Michelle Yeo 楊梓慶 現在差很遠 Asian可以擔名 現在Theatre 基本上 或者我看 很簡單我看Black Mirror 他們已經很interracial的casting 就是你看到有Pakistan 有Asian 有African American 就是什麼都有 因為這個年代 就要做到很diversity 我們也說過 你想想 如果現在出了一部劇 叫Friends 被人打死 全部86個人 都是白人 我想現在會不同 其實是很正常的 你想想 如果現在拍Friends 要拍全部不同race 其實這件事是很奇怪的 某程度上 你強迫一些不同 不是說不會發生 但其實很自然地 他們會一起 等於你拍Crazy Rich Asian 也不能把黑人進去 現在是在亞洲 有時候就要配合背景 但現在因為所有東西 就要很PC 所以就要很安全地玩 盡量不要有人把病抓到 但我很開心 例如我看Black Mirror 我看到有一集主題是一個Indian 有一集主題是Black 有一集是Asian 我作為一個演員 我覺得很好 不只是一個種類 因為Black Mirror是很適合的 因為他的東西是很科学的 對 對 但我知道現在 譬如說 《Les Miseras》 音樂劇很Hit 在外國 《Les Miseras》一定會是 Multi Racial Casting 一定會有黑人 會有Asian 一定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現在在美國 我想路會比較容易 可能你不走回來 其實當初我也很融入那邊的生活 我已經有Visa 我有Friends Network 全部都是舞台劇的朋友 舞台劇 還有一些independent movie 因為New York是多些stage 那時候我也很開心 不過最後我就為了一個Career 所以回來了 所以你是資料多久 兩年 兩年 總共我在美國六年 都是在做這個舞台劇的 那時候你在那邊讀完書之後 你有沒有嘗試去 去audition for 電影和電視劇 還是你在舞台劇的世界發展呢 舞台劇最多的 我有試過audition 一些film 這樣就進不了 那時候Asian的角色也不多 那我 有中過一些independent film 就有的 有拍過的 有拍過的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也有接觸過 香港的舞台劇的世界 我有看你的演出 電影我們也有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美國的舞台劇和電影的世界 和這裡的分別 你會怎樣覺得 有些什麼不同 或者拍攝或者排戲的模式 你會怎樣去分別 我想最大的分別就是 因為美國是有工會的 有union的 無論是舞台劇 無論是電影 無論是電視 他們的系統是很systematic 譬如說如果我弄傷 我是不需要擔心任何東西 我不需要擔心 可能會失去角色 一定會有人保障你的 還有他們那些 因為有system關係 譬如說他們排戲 會計準時間 譬如說90分鐘 就一定有個break 你不能說 我排得很開心 導演不能說 你知道有時候 如果你沒有system 導演說 我喜歡排四個小時也可以 我排幾個小時也可以 演舞台劇 有的 排戲也是這樣 他有的 排戲也有個system的 我記得 譬如限定你排一個半小時 還是兩個小時 一定要放十分鐘break 是一定要的 他要確保演員有足夠的休息 所以在那邊的感覺 是覺得很protected 有些什麼事你不開心 譬如說 你可能在香港 可能你不敢跟導演說 或者你可能怕沒有了角色 或者怕激怒了導演 如果你在美國 你可以直接打給工會 工會幫你說 就是很多這樣 這個其中一個很大的difference 很多演員在美國 可能他們的training 從小開始 變成他們很skillful 很多人都能唱 他們說唱的 是唱著Broadway 八場音 一個星期八場 聲音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8 shows a week 當一是Belkin 那些很高音的音 我覺得這個是 他們的訓練都很strong 是不是你的很多同學 已經從小訓練到大 是啊 基本上 第一天走進來 走進來幾十倍 是啊 可以綠CD 那時候我就要 在那裡惡寶 好 我們稍後回來再聊一下 你的New York的日子 OK 那你那時候在New York 是 那時候開始接觸音樂 還是你還小時候已經開始 你說你小時候也有去唱歌比賽 是嗎 我有的 我小時候就是接觸卡拉OK 我那時候 卡拉OK 那是香港的 可能外國 你剛才說那些鬼仔 就從小時候 trained for舞台劇 香港就在唱卡拉OK 分裂出來 對 對 我那時候喜歡唱歌 我記得 我週末會去那間卡拉OK 12點到9點 是可以給類似學生唱 不知五十塊 我唱了九個小時 然後臨走的時候 我還有幾把的歌還沒唱 你們自己一個去嗎 不是我跟一個朋友 兩個朋友 我們兩個都很喜歡唱歌 不可以一起唱歌 首先我點一下 Alex的歌 然後點一下Alex的歌 我可以點一下Lam的歌 然後點幾把Lam的歌 點一下Sally 點一下其他歌手 Joe Young的歌 然後點一下 不如我們點一下Justin Bieber 就是這樣的 不如我們點一下韓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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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喜歡唱歌 什麼歌都唱 OK的 每個人唱歌都是這樣點歌 對 一想到就會點到很多歌 但我唱到飯都不用吃 對 很熱愛 那你小時候 你是聽什麼歌 你去到紐約是否開始聽 鬼佬歌 還是已經聽 是怎樣 其實我中學的時候 一定是聽Candle Pop 就是廣東話 另外我就開始 我記得我好像中三的時候 我自己一個就去了文化中心大劇院 看了Les Miseras 他們有一個tour 我看完之後 我記得我在看 然後我的眼淚流出來 很感動 還有我覺得很 哇 音樂劇的力量很厲害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album 回去聽 然後我就開始留意musical musical 是一個很重要的背景 所以我去到美國的時候 也有些 common language 跟他們聊 你去到紐約都應該會看完所有broadway 會啊 而且是那些 學生票 今天下午兩點半 你之後在十點鐘 去排隊 那些特價那些 四分一的price 就買了票 然後兩點半就去看了 嗯 我也想補充一下這個musical的影響力 因為我小時候 我記得 我約六歲左右 七歲 就有一年暑假 爹年媽媽就帶我們去London And we saw Phantom of the Opera 就是我第一次 應該是第一次去看theater What did you think? 哇 是 就是 我那麼小 當然不是完全看得明白 what's happening But I remember the music 嗯 and I remember the feeling 嗯 and then 現在就大了 我知道那時候的feeling是什麼 就是 theater的 的power 的威力 就是 每一場是live 那些人 排了那麼多 就是排了那麼長時間 去製造一種magic出來 and then 每一場就要生這個magic出來 給那晚的觀眾 and 應該是 如果你有 就是你在這裡 你都會感覺到的 even 你帶一個我都不要看的狀態去看 你都會被那個magic吸引 move到的 because it's a real people 就是表達著 一些real emotions almost 那我記得是第一次 即是那次 即是那次 我都已經 會見過我爸爸在紅館唱show 的 but 我是那一次看完 是沒試過 即是他們 standing ovation 是 好像連續十五分鐘 standing ovation 拍手沒有停過 就是Phantom I think it was Michael Crawford 還在唱 so it was like original cast I was really young but 我變成了 part of 那個觀眾 那個 那個 那一天 的 happening 我記得 很開心 和很刺激 so that was my introduction to musical cool 是很powerful的 那些人 每個人都唱 their heart 然後它會令到你哭 然後笑 你會很touch 我覺得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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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 有沒有這些 這樣的 experience performing 的時候 或者 這些這樣的 moment 有啊 比如說我在 Summerstock的時候 我們做Mid Saigon 因為Mid Saigon 是一個很powerful的 劇 很悲劇 在我們唱完Mid Saigon 的歌 好像Finali的時候 然後你感覺到 大家都站在身上 Ovation 我們很touch 我們可能又會哭 台下觀眾又哭 那種connection就是 就是 Filman TV沒有的 就是只是一個live theater 才有 就是那一晚有 又不代表出 第二晚有 會不同 你跟觀眾又不同 可能第二晚下雨 我做theater 我們最怕是甚麼呢 就是下雨 為甚麼呢 下雨呢 首先很濕 觀眾又會濕著鞋 他們會不太舒服 你明白那個感覺 有遮蓋 你感覺到 觀眾是沒有那麼into 跟你說很舒服 什麼時候可以回家 你自己做演員都感覺到 今晚的觀眾沒有那麼投入 就像你做Mid Saigon Night's Dream 那 我想問問 如果你第一次做舞台劇 你覺得怎樣 你是不是就是Mid Saigon Night's Dream 那一次跟阿雞 之前上來的我們的表演 跟秋生 跟Olivia 那一年Olivia 決定想做這個劇 那個劇 其實 ensemble play 有很多角色 其中一部分的故事 有四個年輕 lovers 我就去做Lysander 那是Lys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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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哥的角色 那四個都漂亮的 那四個 另外那個男子好像沒有那麼漂亮 應該都OK的 Lysander是個魅力的 那是Lysander 那個角色是 very free spirit artist 另外那個是計算多一點的 he's more like the business man Lysander可能是個artist poetic一點 對 poetic一點 那Olivia 就需要cast for這組人 那陣子 因為剛剛跟她上了一個 acting course 所以跟她訓練 一段時候 認識了 她就覺得 很適合 對 可能她看到一些東西 因為對她來說 take a risk on一個演員 對舞台劇 是挺大的risk 對 所以可能因為我們認識了 她覺得 也有機會做到 那就問我做 那我很害怕 因為 舞台劇 永遠都是高一點的 在藝術的技巧上 對 比較藝術的 對 所以當初是很擔心的 但 第一天去排戲 是見識到 舞台劇 劇團有多保護大家 是 你在演藝術的空間 你可以 很自由的 放鬆 你不用害怕 電影就會害怕 很多時候你去拍戲 沒有什麼 去到位置做 那個是害怕 但舞台劇 是沒有這個 所以你可以 在一個很安全的 一班人去設計 一個角色 設計你們想做個故事 所以這就是我的印象 我真的很開心 遇到這個機會 因為之前拍戲 沒有遇到這個 的準備 你第一晚 開放夜 有什麼心情 我發燒 真的嗎 對 我第一 為什麼你害怕我發燒 我們準備 入台 那一星期 每個人都排戲 都挺累的 所以冬天 有很多戲 我們要脫掉衣服 你記不記得 是很性感的 這戲 上衣服跑來跑去 要很多肉 要賣肉 有二十分鐘 在劇中 我們四個人 穿著底褲 走來走 整身汗 然後可能會凍傷 很多演員都病了 我還是痊癒 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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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出門 一開始 我會在那位置 暈倒 完全不能動 我發燒 得很辛苦 但他們已經沒有辦法 他們說 是這樣的 但我已經不能在 不在 進台 也要 所以每一次 在那裡暈倒 直到要再出去 我就會在那一分鐘 站起來 走回去 我要出場的位置 再出去 走走走 然後出 再暈倒 你有沒有看醫生 有的 因為那天 下午的全球 有一位演員 其實我沒事的 但他有一場戲 有一條滾 是 他就在那條滾 那條滾 這樣打到我的頭 我又發燒 他就打到我的頭 有一點點血 我沒事 但英文是很害怕 他害怕到 我有點擔心他 就是他是 他害怕到 他害怕到 阿力斯偉容 這次是 這次是 那天 中間 全創完 後 準備 等待八點鐘 開場 有一個同事 帶我去看醫生 因為你打了頭 才看醫生 對 而不是因為你發燒 才看醫生 對 很慘 但我沒有擔心 因為舞台劇 我已經去到那個地步 其實我覺得 躲起眼 或者 都可以做到那個戲 其實很熟 那就是 你已經這麼準備 因為你排了一百次 對 對 就是如果拍戲可以這樣 有這個 有這個時間 真的好 你的戲真的會不同 而且其實戲是要排出來的 就是你發覺 拍攝完之後是不同的 而且你發覺你在排戲的時候 你找到一些對白 你會看到下面的subtext 你會變的 就是你越找越多東西 這個是一個好玩之處 但也是一個很frustrating 因為可能你每次排都不同 但又想做到那件事 但做不到 對 it's very challenging repetition 可以辛苦 有沒有人會用 拍舞台劇的方法去拍戲的 有 有的 有 最近有一個導演 Sam Bendes 他拍1917 去年出的one take 一踢過那個 World War 1戲 1917 他就是舞台劇導演 所以他就是帶著那種 preparation 去拍戲的 so 也有的 外國那些很好看的演員 好像是排很多次才去拍的 就是他會有這個luxury 有這個空間 讓他們去practice yeah 因為就算有什麼要練場改 就算有的 他本身的底很厚 他要改 他可以再 即場演繹都會很好 嗯 台灣有一部電影叫 誰先愛上他的 是去年還是前年 拿了金馬獎影后的 那個女主角邪迎圈 是做舞台劇的 據知我看一些訪問 他們這部電影都是 排了不知幾個月 接著才去拍的 即排了很熟很熟 所以他們就很 你知道很熟台詞的時候 你不需要思考 那你就可以很放鬆 去give and take 嗯 嗯 嗯 ok well anyway 我現在就想回回去 你那時候是New York 因為我知道你說你有一個故事 或者一個memory 是跟音樂和我們有關的 是 可以說一下 在New York的時候 這個有點重 在New York的時候 我二千年去 那我二零零一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 寇虎就病了 就是有cancer 那跟著呢 那時候 好像是spring break 三月的時候 那我就收到個電話 那我媽媽就告訴她 寇虎就快不行了 那你打個電話給她 那跟著 我就打了個電話給她 那那個電話應該是我 那麼大個兒子呢 是最辛苦的 就是一來就已經 就是我又breakdown 他又breakdown 你聽得出 那但是 就是她都問我 她說你媽媽叫你打給我的 我說是 那她已經知道 我知道她的情況 就是 就是 就快不行了 那所以 那時候就 唉 那時候就打了個電話 那 就是 聊了很久 然後聊完之後 我又崩潰了 然後 那好像 那個電話一個禮拜之後 我求婚就走了 pass away 那時候因為我在美國 又要考試 就是很多click click 那我就回不了來香港 那所以我就是 沒有得去她的funeral 就是我沒有得見她最一面 那 但是那個電話 就是一個最後的通話 那時候其實 都不僅是這個故事的 在美國的時候 那時候呢 就是有些時候我都覺得自己挺 lonely 那因為 那身邊可能那些同學 不明白我 那因為沒有香港人 那裡 又沒有一個很大的 Asian population 的support 那所以我又經歷過那些racism 又有時候語言不通 有時候我又覺得 為何好像他們不理解我 我又好像不太明白她 就是很多這些問題發生了 那 那然後呢 那有一首歌呢 是我很大感受的 跟你也很有關係的 因為你爸爸的歌 那這首歌就是千一個夜晚 那雖然千一個夜晚 有些地方是情歌 但是我抽出來的 context 其實很適合 就是很適合 就算不是情歌 就是親情啊 友情 都很有feel的 所以你就經常會聽這首歌 我經常會聽這首歌 我也很喜歡這首歌 但是你知道 Uncle的歌出名難唱的 尤其是這首都很難 就是我唱的 我都說歌有沒有很辛苦 但是當然有你在那裡 那我們可以轉一轉個key 那件事可以 就是smooth一點 看看可不可以 和大家分享這首歌 就是 做這個節目之前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comment friend 有一次我們在吃飯 是 很casual的 你就說 我很喜歡千億個夜晚 你說 我很喜歡你爸爸這首歌 是 那 就是 所以我們今天也想嘗試唱給大家聽 是 但是我也很記得那時候 這首歌對你來說 有沒有什麼意思 我也很有共鳴的 或者也有一個故事 就是 我記得 在大學的時候 Youtube 剛剛出來的那一年 就 突然之間 就 可以access到 就是 和往的 happening 就是 之前可能 你想看回一個 我爸爸 就是 突然之間 是多了很多video看 It was like time machine 就是 我可以search到 就是 那時候可能我看回一些 我最欣賞的musicians from the sixties but then 八卦一下 又會 開始見到 一九八幾年 林子祥在 什麼 勁歌金曲 唱一些歌 and then 因為 因為小時候 會聽到 一些人說 他們以前 我家人的故事 but this was like 哇 你真的親眼可以看到 and 就是 那時候我記得 是有一個video 是特別 我經常都會看回 就是 就是 真的有 不知道一個勁歌空級 歌級 我爸爸在唱 對 我爸爸在唱一天 一個夜晚 and 可以看回 因爲他那晚的 performance was really great and like 就是 歌又好聽 but the performance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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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 我不在 是 你未在 令到我access到 這個performance was really special 是 so 我就 有兩首歌 我經常看的 and somehow attached 所以這首歌 真的是 另一首歌是什麽 有一個 你也可以看回 可以介紹 推介 就是 百多年 他在紅館 唱 那首歌 叫什 十分 十二串 這晚 這晚 見到爆炸 那他那天 那天的表演 就是在 台上 就是 紅館中間 那個section 是那裏出現 走個圈 哇 那些觀眾 熱情 就是 那個high度 然後走到 來自VIP位 那首歌 每一次他唱到 那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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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歌就在他旁邊 是啊 是否需要安排 可能他自己想 他想我要這樣做 那到張國榮 那張國榮 那張國榮就在 很好啊 那他們的製作 就準備了一個麥克風給張國榮 那他們一起唱 然後去到 梅艷芳 他又在 羅文 他又在 許冠傑 都在 那兩首歌 我很喜歡 所以 我也很喜歡這首歌 所以我們稍後就會唱 OK 《千億個夜晚》 OK 前面是個孤單的夜晚 四處也各冰冷 離別路上步步困難 長夜待我空虛裡習慣 誰願會開 憂鬱的眼 久事沒法平淡 偏偏要創作平淡 同著忘記 將它衝打 但事已說難拔 誰月已韌在眉間 匆匆光陰如幻 天天空虛無限 浪漫的雙眼 前面上有千億個夜晚 前面上有千億個夜晚 終於跪於平淡 茫茫然走向 埋沒著我一生的夜晚 再次看你一眼 再次看你一眼 然後靜靜獨自遠行 前面是個孤單的夜晚 再次看你一眼 然後靜靜獨自遠行 長夜待我空虛裡習慣 誰願會開 憂鬱的眼 但是沒法平淡 偏偏要創作平淡 憑著忘記 將它衝打 但事已說難拔 誰月已韌在眉間 匆匆光陰如幻 天天空虛無限 落幕的雙眼 前面上有千億個夜晚 泡沙滴 一个夜晚 终于归于平淡 茫茫然走向 埋没出我一生的夜晚 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 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 Always by my side Lonely won't let me fall in love Everywhere I go Always by my side Lonely won't let me fall in love Lonely won't let me fall in love Thank you Derek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story It was very expressive And sharing your singing 因為剛才有些畫面唱的時候 然後我很怕自己會爆出來 然後控制著 我要收回那些畫面 但是很喜歡你的歌 所以很有感受 多謝你分享 多謝你彈得很好 Thank you Not just the song 因為都是跟你以前那些故事 有關 其實是一個經歷 所以我很喜歡這首 千億個夜晚 多謝你 多謝你爸爸唱得這麼好 我真的有你爸爸的粉絲 我想問你 我想問一下 我知道很多人問過你了 其實我們聽過Lam的歌 就是偶像 他是你爸爸 你會不會有些時候 聽到厭還是你會怎樣 你跟我們不同的 因為 都會有些歌 他唱很多人喜歡 我不喜歡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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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okay you are his son so you can say this 不要緊 因為他爸爸不會看這個節目 就OK 例如 他是兒子 所以他講什麼都可以 爸爸都會疼他 例如 十分十二圈 喜歡 喜歡 不喜歡 不喜歡 在想 又想不到 《真的漢子》 《真的漢子》 是不是你覺得 我覺得OK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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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be not 十分之最喜歡 每一個晚上 這個很喜歡 很喜歡 You know that song is a 每一個晚上 It's a Andrew Lloyd Webber song 好像是 Yeah 有一段是一個 Andrew Lloyd Webber的歌 OK 他將那一段 拼在一個舊的 Chinese song 變成了每一個晚上 讓我看看 我不知道 你對歌詞來說 最沒感覺的 應該就是30624700 30624700 這個歌詞就是一般 對 不是啊 訓練你計數 其實音是很好聽 好聽 很厲害 你覺得30624700是很甜的 是因為那個字 是這樣的音 也很難甜 意思是另一款 很厲害 這些很創作 很厲害 會欣賞這首歌的創作 很創作 不如我們走前一點 你從美國回來香港 是 為什麼選擇了去做 《算香港先生》 很簡單 那時候我做了三年舞台劇 在香港話劇團 然後做完之後 其實我從小到大的夢想 其實我很喜歡電影 就是電影是我一個 passion 然後我就發覺 我怎麼可以 就是舞台劇 和電影是兩種東西 那時候我想 我怎麼可以做到 就是影視或者電影呢 而我又真的 沒有任何的 家庭人在showbiz裡做 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任何的途徑 可以進行 我就決定去選擇 其實都是希望 是我們選美出身的 我看他多年 選美出身 我們選美出身 看他不穿衣服的照片 你認不到的是我 當然 他不回是他 我不知道多少磅 幾十磅 我這幾年一定 開心得很多 我終於說看不到 我找到自己了 其實我本身也是肥仔 我肥幾年就會 立定決心瘦一段時間 又肥又瘦一段時間 沒有 香港先生主要都是入行 所以入到TVP之後 就很開心 因為心願達成了 現在就在搜尋 看看有沒有更多的可能性 嗯 你最想 你最想 就是我們 可能這個表演很多時候 剛才說的 過程 我們來現場 你現在的 最想的計劃是怎樣 現在 我現在其實我自己有寫歌 我其實都很希望可以 錄和出一些自己的歌 我不是說 拍望做歌手 還是做什麼 但起碼有些作品 可以跟大家分享 給大家看到 其實王建東 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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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其他東西 因為很多人可能 停留在 王建東就是很搞笑 搞笑 甚至有時候扮女人 就是扮鬼扮馬 但好像有些人忘記了 其實我也有正經 或者我也有感性的面 是的 那我覺得 我想給人家多看 這個就很有趣了 因為你在二次創作 或者是有趣的東西 你已經有一定的成就 Let's say Porklite guy was a 2.3 million views video 是 很誇張 然後還有 What time is it 又是一個 很重要的二次創作 那你怎麼去平衡 你想繼續做這種 funny的創作 還是怎樣可以平衡你的認真 作歌 做戲 很好啊 你問得 其實我想說 我做完Porklite guy之後 我想 就是PPAP 我想有一個 很多人留言給我 因為那個hit rate很高 但有一個留言 是很觸碰到我的 他的留言是什麼 他說 他私信我 一個我不認識的女生 他就說 他爸爸病了一段時間 他爸爸一直都很不開心 他說這幾個月來 他爸爸看完我PPAP的影片 第一次笑回來 哇 那我覺得這個是 我現在覺得 原來我做Comedy 原來是有意義的 我不是去 I'm not just be a clown 我不是搞笑搞怕 或者令大家笑幾聲 原來可以有這個 令到他們覺得很療癒 好像很治療的感覺 也有很多人告訴我 他說 現在香港真的需要多些正能量 大家都很久沒有笑過 很想笑 或者疫情關係 大家都很不開心 我覺得原來 搞笑背後的意義 突然間我覺得 做搞笑是很meaningful的 所以我不會放棄搞笑的 我覺得 因為這個又提醒我 我們錄Revette 那時候 她也有個故事 Revette是一個印度人做Comedy 她在醫院做一個live show 她覺得 我覺得那一下的impact 是對她很感動的 嗯 而你可能覺得 是一個很小 很無聊的一件事 但其實可能 你能夠令到某些人的心情轉變 其實你是在做一些事情 其實我覺得力量很大的 原來令人笑的力量 是那種很warm 很正面的感覺 我自己也很喜歡看一些 令到我笑的片 還有有時候我不開心 或者我覺得很悶 我都會lope那些片 令到自己笑 或者我最開心的就是 譬如我和你分享一段片 大家都看到笑到停止 你發覺是 即是笑到腹肌都痛的 但其實那個過程是 你有很多那些endorphin 會分泌出來 即是其實很健康的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很有意義 即生理心理都是有幫助的 是的 所以我覺得我會維持著 還有我的腦 是專門想一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 即是我控制不到 即是可能我看完 你那個Y.U.U.L.E. 我已經想到 這個可能可以惡搞笑 你明白嗎 即是我的腦袋是一直想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gift 即是 即是 所以我會維持著做 另一方面我都很想 其實我一直都有些很正經的角色 我覺得那些角色可能我要做好去 令到別人知道其實 黃彥東也有其他的面 即有sentimental 有emotional 即要時間給別人看 即是 我又想問 即是從創作方面 你每次去量度一個影片的時候 你的process是 即是好像你說你的腦袋 即是本身都是想這些方法 即是古靈精怪的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即是你近幾年 都挺多 很搞笑 還有很成功的 即是好像Hit song Hit video 也挺的 Viral video Viral video Yeah it gets viral 即是其實 是不是真的每一條都沒有 formula 每一個都是由零創造出來 是沒有 因為我們問過很多做創作的人 他們每次都說 我們不能計算的 不知道會這麼Viral 那是不是也有很多Viral video 即是很多Viral video 你拍過是沒有這麼Viral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後面的過程是怎樣的 其實我覺得首先 我每一條影片 我都沒有想過會這麼Viral 真的 即是很多時候 還有特別有些時候 我越沒有那麼多計算 即我越想到這條計劃 我就做 那些反而是很Hit的 你越計算得多 越想著 我越想著 這裏加些那裏加些那裏加些 就未必Hit 那我覺得首先 很基本的一件事就是 好像歌手唱歌 怎樣感動到人 就是首先你歌要感動到自己 那首先 對 首先我想到這條計劃 我記得我讀PPAP的時候 我就想到 Oh I have a gun 然後我有Chi Ma Gun 那Gun怎樣變成Chi Ma Gun呢 就是Gun加芝麻 怎樣變成Chi Ma Gun 然後我想到之後 我自己也想到一聲笑出來 即是Pork Le 那一件事 然後我首先要令自己笑 那我就可以令到別人笑 我自己就 你問有沒有FORMULA 我覺得 又不可以說完全沒有 有些時候 我感覺到 如果我做一些Chenglish 那些觀眾是喜歡的 即中文混英文 玩Language的人是喜歡的 還有他那個時候 很厲害的是時間 PPAP全世界已經瘋了 一定是Hit 那你是不是在對的時候 立刻出呢 你遲了一個星期 可能就是 對 所以他就是完美時間 對 我記得What time is it 那時候 我是要趕時間的 真的不可以遲 對 你遲了 或者你被別人拍了 就沒有了 對 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說 沒有什麼FORMULA 但有些時候就是 還有我 通常我拍一條搞笑片 我是要那個腦子 真的想到我才拍 即是我不會逼自己 譬如現在沒有東西拍 我又不會逼自己 肯定要拍一些搞笑的出來 但我覺得最驚訝的是 就是 那些之前是你自己拍的影片 但最近 真的有一個廣告 是 跟Michael那個 其實他們就是 他們是 Approve 你在玩這件事 加了它 進入他們的廣告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很大的thumbs up 好 其實那個廣告 真的要多謝導演 以及多謝團隊 因為這個廣告 其實他很早已經聯絡我了 好像年初聯絡我的 就是他在考慮 將我和Michael放在一起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廣告 我的部分 他有一些是想著我來量度的 即是他知道我會做到什麼 但是那個團隊很厲害 因為他的腦子裡面 已經有黃建東的風格 再加上他們的creative 那出來後效果很好 我也沒有想過這麼好 一個覺得自己超錯厲害 一個就是超錯 但是不帥 不帥 即是他焗走極端 但是 不是我覺得自己很帥 在裡面 我不是說說你 我跟Michael那次沒有 OK OK 但 怎麼覺得你們兩個聘迷 真的很好看 應該沒有人可以算到 最後那個 是那個NG片來的 怎麼會有這樣的東西出現 是真的驚喜來的 其實是導演很信任我 也很信任Michael 他是很讓我們踩的 他說有一段時間 就說 Rogate現在 總之你們踩了 你們兩個在一起 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可以不可以就剪 最好的 然後我們踩了 Michael也很好 他是一個好的前輩 他又很推薦我給他的東西 即是他會進入一些東西 他又會進入一些東西 大家這樣無緣無故就 那一句呢 即我聽不明白他那句 他說什麼 童之醬呢 我那時候很記得 我聽的時候 我以為他說童之 不知什麼 我真的 你說什麼 然後我接不下去 所以我直接說 不好意思 你說什麼 我聽不到 我很好直接這樣說 怎麼知道全場爆笑 然後我真的聽不明白他說什麼 然後Michael說 童之醬呢 你聽不明白 然後我沒想過 導演見到先見之明 見到這個位置是合作的 他就放了去 開頭和尾巴 我想在這裡嘗試 我可以回覆一下幾件事 就是 就是 我記得那個廣告出的時候 我第一次看 就是 是真的一個很大的驚喜 但是 為什麼我分析 拆開 為什麼這麼好看 就是 我看到那一刻 Michael說 我看到你 在做一個 舞台劇演員的 工作 就是 其實你在聽他說什麼 你想接他那句 但是你盡力 你是根本接不到 你又接不到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又不能這樣接 但是這個是一個 如果你沒有之前的舞台劇 的訓練 就是可能 你懂得玩的 我覺得這個是 第一點 很有關 第二就是 很欣賞 就是 你剛才說 首先 你要問自己 你覺得自己 那件事好不好笑 and 你說那一刻 他說了 你反應了 全場爆笑 這個證明 好笑 每個人都笑 但是他們是用了 這個真的是 最大的成功 是的 導演很厲害 因為這個 insight 因為我知道 拍戲或者舞台劇的時候 最精彩的 segment 可能是這些 surprise organic 那些NG 很多時候 做了之後 可能因為要跟回 劇本或者場戲 就會被人剪掉 剪掉 是的 這個導演很聰明 but it works so why not exactly use it and 我是由一個 consumer去看 我是 這個真的非常好 我有問題 因為我去聽說 以前 加入喜事那個年代 都是一大班 大cast 在拍戲劇 很多時候 都會撞 他們都會在電場撞 看看他們的chemistry 因為很多時候 劇本當然厲害 但是其實很多演員 都是一流的 所以那時候 被演員在那裡撞 其實導演在那裡看 應該知道 是會給他們這樣的時間 而在那裡抽一些東西出來 就是 會有這樣的setting 就是 看看你們的作品 看看你們有什麼正 我就抽那些正的出來 在那裡 就算我本來的計劃 是沒有這件事的 嗯 其實這種 我覺得 是的 這種導演是最好的 最聰明的 很多時候 你按照片的東西 因為comedy不同 tragedy 有些不同的 就是comedy是有很多即興的 很多時候 你是即興的才是最好笑的 你過了 可能我和Michael再說一次 已經不要笑了 對 就是你已經 你的感覺已經沒有了 那種很即興的 所以導演有這個 insight 是很open-minded 就是我很喜歡他給我 Derry你去吧 你自己試一些choice 就是我這個 我很好欣賞 是的 我覺得這個答案 OK 很好 對 對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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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theater 你發生一次第二次 譬如你這麼多鬼主義 那你多不多制爪 譬如你也是一個合約議員 是 譬如你要拍一個video 要說 那你會覺得 這個東西是否適合我現在在這份公司裡的關心 其實就是 你已經去了那條路 不歸路 繼續去吧 不 那我再 稍後回來 找你這個問題 稍後回來見 好 我不可以無緣無故在這裏爆了粗 我覺得 不可以 這個 始終有個 有個形象 那 但是我覺得 所以我Pork Lego Guy 其實 你可以說我是產行鋼銜的 你是Agre Area 因為我嚴格來說 其實我沒有說粗口 我是說Pork 和Lego Guy Exactly 還有是Nylon 和浪費 是斬得開的 那 那 我覺得 不是 我拍完PPAP之後 公司 就是TPP 他們 都很多很正面的迴響 那 他們都 很喜歡 那 因為那時候剛好我們開PPAP Channel 那 直接 例如高層跟我說 幫我們拍多點影片 那 所以我覺得 這條路都行得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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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可能有一些 area 我未必可以touch on 就是我的影片 我就 不太提politics 或者我不會 好提religion 就是因為我真的想搞笑的 我不是想 有任何的 就是 紛爭 或者任何的爭執 那 所以有些很敏感的 我未必會touch on 但是 凡是令到大家笑 令到大家開心 令到大家開心 笑到 或者很窩心地笑 我都會想做 嗯 假設你去做 What time is it 其實是有點像什麼呢 就是當年 可能是盧海鵬 去扮羅文 就是 有少少那樣東西 就是 其實我覺得你很成功 所以我就扮你 但是搞笑的 就是 你很年輕 你很年輕 盧海鵬這麼厲害 你很年輕 我很喜歡聽他試咪 哈哈 鵬哥 我有跟鵬哥去馬來西亞拍戲 真的嗎 他怎樣的 鏡頭後 I want to hear 我跟他一起 在 差不多一個月 他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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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怎樣玩 鏡頭 對白節奏 角色 我記得 我第一天去 剛剛下機 下機 馬上載我們去現場 拍攝第一場戲 他們已經到了 他跟阿Lo拍了幾天 以及Joyce 已經拍了一個星期 所以我最後一天 他們已經開始了 都已經在背後 突然之間 到了那場戲 就在說 我們一家人 我和鵬哥 他做了我爸爸 阿Lo 我哥 就給 哪部戲 一個馬來西亞戲 叫做 是賀年賀歲片 是賀年賀歲片 玩轉全家福 玩轉全家福 OK So it's about 一家人 就是香港家庭 去馬來西亞 road trip 他們關係一般 但是 Joyce的角色 為了想 令到大家 開心一點 就安排了 一個路途 去馬來西亞 所以我們很近 誰知道 遇到很多意外 然後 那場戲就說 我們不知道 為什麼 全部被警察 抓到 要坐牢 我們大家坐牢 那場戲就說 大家在問 大家 為什麼 我們會這樣 就是要 去到這樣 然後 我第一天 就是 你去演第一天 你第一次 做這個角色 是很 很迷失的 你不知道 我應該是怎樣的 就是 都未認識過角色很多 那就變了 我在這裡找的角色的時候 說一些 對白呢 在扭著一些對白 在這裡還在分析 但是 鵬哥 我說了之後 他立刻 就是 折了一下 因為他知道 不對勁 因為可能他已經看了 角色的對白 他就已經知道 那條線 在走另外 somewhere else 那他就立刻 著了 然後他就 你說什麼 不是這樣 你再說一次 為什麼 他問我 那就 我就 就說 就是按摩摩摩 那樣 即是即興 improvise 導演 都在 他跟不上 因為我們 在這裡 其實我們還在製作 但他又想拍攝 所以我們在研究 但我就知道他想跟我 他想了解 之後繼續拍攝 有很多不同的場戲 都遇到這個情況 最後他很尊重 他很想聽我在想什麼 我真的很喜歡 所以他是一個很認真的演員 想說演技 即是他又有很多東西出來 但他又會說都想拍攝你的 所以是很好 所以這個是我鵬哥的經驗 為什麼你突然說鵬哥 我們在說什麼 我們在說你就是做陳偉廷 你說好像鵬哥扮樂民 或者是廖偉雄說你是新日代的鵬哥 不要這樣說 鵬哥很厲害 因為我覺得你去做這種 parody 就是你去剝一件事 是因為那件事很hit 這個訪問很厲害 陳偉廷很帥 去做那件事 去做一個funny version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從來不是要make fun of任何人 就是我的parody 不是 你是make fun of自己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一直以來 由以前鵬哥到現在 大家觀眾都喜歡這樣 其實是 還有 剛才有一個point Alex說得很好 就是鵬哥 螢幕前是很搞笑的 但私底下其實很正經 我想說其實很多Comedian 他們私底下 是很認真的 就是我聽說 譬如說阿Jan 就是林海峰 他家裡是不會 就是跟他螢幕前是兩位私人 一句話都不出聲 對 其實真的 因為平時Comedian 是要量度很多東西 其實他很sensitive 他會接收很多資訊 還有他 就算子華哥也是 他會 他動作笑這麼好笑 一定是因為他平時在不停地想想 我突然找到這個moment挺好笑的 他會記下來 然後他會想 譬如我做動作笑 怎麼放進去 怎麼演繹呢 所以Comedian 是有他很正經的臉 我覺得他比普通人更加正經 我想最極限的體制 好像說 我小時候最喜歡的Comedian 是Mr.Bean 那時候就是不懂英文 Mr.Bean正在做什麼 不用英文 不用英文 穿動作 但他曾經是一個 很憂鬱的一個人 而且他的學歷很高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也是很憂鬱的人 但他就能夠找到一個這樣的位置 去表達一個新的角色 一句話都不用說聲 令大家捧捧大笑 可能有時候Comedian 甚至有些抑鬱的一面 我覺得觀眾是未必知道 因為他每天出來都要讓大家笑 但他把所有不開心的都藏在裡面 所以譬如說Robin Williams 是我一個很大的偶像 所以當你看到他的新聞的時候 是很悲傷的 關注精神健康 一些廣告的東西 OK 多點跟朋友聊天 跟朋友聊天 有什麼問題 不開心就找Alex 看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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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講起 Mr.Bean 和Robin Williams 即是他們的 James Corden Oh James Corden Comedy是 Universal的 無論什麼語言 國家文化 其實都 我想全世界的人都會喜歡看 甚至有看過Mr.Bean那些影片 那你有沒有這個connection 即是你之前拍攝的影片 有沒有收到不同的國家的反應呢 即是你之前拍攝的Viral Video 有的 我想一個很大的market就是馬來西亞 因為馬來西亞的觀眾是很看TVB的 所以他們很認識我們 所以當我拍攝的時候 他們就會有很多feedback 會有的 即是Malaysian 很supportive 那 有的 例如台灣 內地 不同地方都有 真的都有 因為我覺得能夠把Comedy做到很極致 而得來認真是誰呢 黃明志 啊 很好啊 黃明志能夠做很好聽的歌 很厲害 但填一個很好笑的詞 絕核的詞 但又很認真地拍攝音樂 是 但又達到一個很威風的效果 但就是因為他的 極致 在南亞地區的話 他真的非常厲害 其實我歌唱老師經常都用黃明志來做一個例子 即是他都說阿東不如你試一下 如果你做歌 你試一下想一下黃明志的風格 即是你的作品是高質素的 但是可以很通俗雅俗共賞 大家都笑到的 即是有笑位的 有point的 即是試一下想 我都在想著 嗯 我覺得你可以走到那位老師 我覺得你是那裡 不要這麼說 我都想像到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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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時候喜歡聽《Lonely Island》 Oh yeah I'm on the boat 你有看過 Justin Timberlake 他那首歌 有首歌是叫 《Dick in the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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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首歌 《Dick in the Box》 《Dick in the Box》 《Dick in the Box》 很笑 像Justin Bieber 《Dick in the Box》 《Dick in the Box》 《Dick in the Box》 《Dick in the》 《Dick in the Box》 《Dick in the Box》 《Dick in the Box》 我覺得你可以發揮一下 絕對 你做 מד Ayush 好 如果我想到之後我先找你客串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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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玩 是我的honor 不如我們量一下這些 我真的很想做這些 我覺得是時候林德順要不是英俊地出現 叫Shamayka幫我們producer 可以啊 可以啊 叫Grace和Janice一起玩 好啊 好啊 You heard it here 我們就完結了這個 立即通知你們想搞一個project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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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cool 真是可以做到 yeah okay we should 香港Lowee Island 就是這樣來了 好 我們稍後回來再聊一下 so 接下來在看什麼 接下來要開新劇 接下來要開金蕭大廈2 都是跟之前所有劇集一樣 監製士造型的時候 都是跟我說 你快點收回來 哈哈哈哈 或者他們想你回去21年 又沒有說那麼瘦 但是他們不想我現在這樣 也不是這樣 其實每一個producer 每一個director 都是跟我說這番說話 所以 We just in all time 都要做這件事 但我的情況真的很嚴重 是 我是偏離了軌道很遠的 哈哈哈哈 我剛才說出來 我看我香港先生的照片 我是不相信我自己 哈哈哈哈 太瘦了 就是臉尖到 我也見過到那個太瘦 那個太瘦 太誇張了 現在我舒服很多 現在太舒服了 哈哈哈哈 太舒服了 現在太油膩了 現在太油膩了 變成一個crimpulet 整個脆臉 都可以了 都是要瘦的 有什麼想法給我嗎 我又想分享一下這個 topic 因為很多人都經常會問我 關於fitness and weight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fit 對 我有幾個想法 還有幾個不同的階段 怎樣去哪裡開始 首先 現在我的 要跟你做瑜伽先 也是 看我們的瑜伽 先想生意 我之前 因為我知道拍電影 他們說拍電影 上鏡都會肥十磅 或者拍電影看到很多人 很慘 尤其是女生 經常都不吃東西 放飯就吃幾條菜 我看到他們都 很辛苦 主題是什麼 兩粒青豆 我又現在 找到一個 philosophy 令我舒服 就是 我看到很多人 尤其是要出鏡的人 他們年紀大一點的時候 他們已經很瘦 沒有披薄 我覺得 每個人遲早都會這樣 不如現在趁著 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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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年輕 保持 例如 我講起一個 演員 每個人都認識的 周潤帆 看回他以前的電影 現在都很瘦 發覺他很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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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很瘦 我又看回以前 你看到他的年輕人 我覺得不用每個人都這麼辛苦 整天減肥減肥減肥減到 瘦了 這樣 年輕人就是要這樣 文化 會令大家覺得 你要瘦 但我們要對這個 trend 就是 你有一些脂肪 你有一些披薄 你有一些膠原 是正常好看的 我有這樣的想法 當然又不可以 我想說膠原和脂肪 是兩回事 我兩個都有 你的看法 對於這個 題目 有沒有什麼要分享 有 我的看法就是 我最初打算 這幾年 自從走了搞笑路線之後 我心想 那就好 大家都不用要我 帥哥 大隻 沒有人理會我 肥不肥 我發覺不是 原來演戲的時候 可能因為我高 那些角色 如果我真的想做 譬如說想在戲裡面 談戀愛 說真的我自己的觀眾 你會想看一個 肥仔不漂亮的男生 在螢幕上拍拖 想看一個帥仔 還是想看林德信拍拖 當然想看林德信多些 這是一個觀眾的視覺 我覺得 可能我的戲路 大家都覺得 我還有希望 可以去回正軌 所以大家 所以大家都會叫 想我瘦一點 我都明白他的心意 所以我開頭幾年 之前 我都想過 算了 我肥一點 沒所謂 但我看到大家都 這麼想我瘦 所以我都明白到 大家都是用心良苦 都是想我好 很多時候在公司安排 而且有時候都想不到 因為我覺得 我在TVB 記得 最上一個 是有少許窮的角色 而是很窮的 是誰 爆 因為他那個年代 就有很多個小生 一起進去 全部都六個福記 謝天華那些 他是唯一一個 兒童節目走出來 做沙針那些 他就做了所有 那些角色 看看公司怎樣做 有什麼角色給你 你沒有的 演員都是這樣 一套生一套肥 一套生一套肥 你會怎麼樣 我就是肚子都肥 就不肥 哈哈 但我想說 在TVB 我都看到一個trend 就是當有個男演員 突然間 鼓到爆肌 就會變紅 所以Alex 要不要幫幫我 我也想我事業 可以更上一層樓 哈哈 OK Let's do yoga 踩單車 好 但你要踩慢一點 不要緊 慢慢都可以 動 動多一點 我怕踩到腳都不便宜 那你平時有什麼方法去減肥 有的 我平時有什麼懶惰 我完全沒有說服你 我會吃東西清一點 我現在會跑步 我會走多很多 還有我會做健身 不過現在健身未開 都是這些 很籠統 因為我不想亂吃減肥 我不想亂吃減肥药 因為那些人會撤死 很害怕的 Yeah 加油 我有沒有希望 有 有 在你的眼中我看不到我 有 不是有的 那些潛力鼓 對 潛到不知道在哪裏 那些潛力 深海下面 但我會有一天 我自己也收平 期待見到你和你的腹肌 對 在你的 funny videos 那些有什麼 ideas 這陣子 我看到現在最Hit香港的兩首歌 一定是 哇 這陣子現在在我旁邊 阿林公子 那首歌 我每次去超級市場都聽到 最Hit香港的兩首歌 這兩首歌一定是有做法的 暫時未見有很厲害的二次創作 不過我覺得 期待你的演出 是啊 謝謝 我會和你聊聊 聊聊 謝謝 謝謝 好 我愛你 我再是忠心高不需要你 你令我心裏面狂歡喜 四十個幫班幹涉到了你 hear what I say Uptown girl She's been living in her white bread world As long as anyone with hot blood can And now she's looking for a downtown man That's what I am And when she knows what she wants From her time And when she wakes up The change makes up her mind She'll see I'm not so tough Just because I'm in love One, two, three, four Why you, you 去吃東西拿腰掌上送甲塊 拜拜去 download you 就隨便買 最著數簡單輕鬆想要就快 You gotta try to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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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fun 極興奮 換這麼多獎品 就盡快Download You 開心了 馬上不齊齊肉YUU 吃東西拿魚 唱唱爽甲塊 快快去Download You app 隨便買 最著數 簡單輕鬆 想要就快 You gotta try 齊肉YUU Yeah